要不要做一個凹進去 欸 你不會覺得好像那個 高度就被創造出來 就不會有那個局促的感覺 第二排躺平呢 我們就得到了2055身這麼大的空間 空間真的好大喔 你要幹嘛 我想劈腿 我最喜歡劈腿 真的劈腿 欸 他真的劈腿耶 今天我們要出來試駕 Shigoda的Codex 記不記得之前 我們幫大家試了Codex RS 要有動力 要有動力 要有聲浪 又很飽滿 那時候很多的熱血男兒好爸爸的 跟我們說 喔 歐路才會等級喔 整個Shigoda的Codex車系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是連續四年 殘連欠做SEV的銷售冠軍 來給你掌聲鼓勵鼓勵 很厲害對不對 這台車呢 你要它能夠很兇 它也能很兇 那你要熱血也可以熱血 但是呢 我有認識很多的愛家好媽媽說 我對於我們家如果要選擇Codex的話呢 我的希望呢 跟爸爸比較不一樣 我希望他更能夠家庭導向 所謂家庭導向就是 有時候要載爸爸媽媽 裡面要多一點點豪華舒適的氛圍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家人坐在裡面 它能夠更安靜 然後行車的質感也能更舒服 拜託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到我們正前方 有一盤池子 這個叫什麼 許願池 在我們正片開始寫 麻煩我先許個願 Super Snow Show在這裡有沒有 幫我們下面隔費 有個訂閱 幫我們訂閱下去 順便幫我們影片分享出去 好 接下來我許完願 換你們許願 各位愛家好媽媽們 今天不免贖的直接幫大家拉來 全新的這一台 2.0升TSI尊榮版 4x4的車型 這位媽媽 你想著我全部幫你想好 許願成你許願 我就幫你願望成真 我們好好來認識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台車 而且我找出了我兩個 很愛玩的好朋友 我們來歡迎我兩位好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 我兩位好朋友 一個dancer 超會跳 超會扭 而且超愛去野溪露營的 另外一個朋友 也是超愛逛 超愛買的 而且也有家庭需求 我們就是把它當作家庭的用車 那今天這樣子你們賺到了喔 你們就放福利了 跟我們一起試車 今天有髮箱喔 欸 東西很多是不是 對啊 先放上車 好 好 我親愛的家人們 團員們 平常時出門帶很多東西 對啊 超多的 心理超重 因為像你要跳舞啊 然後要跑活動 對 要帶超多衣服的還有鞋子 如果去野溪溫泉要露營更多 要換衣服 對 然後就什麼裝備啊 水瓶什麼都要備 所以今天這樣算小case啦 對 小case 我們現在最基本的喔 這個是一天的行頭 這一天 這是兩天 對 好 那這時候東西很多很方便 我就這麼繳 一聽 它就打開了 東西就可以放進去 來來來來來 270升 我們現在是七人座狀態喔 看看你們這小東西可不可以放 270升 哇 喔 你這好重 好重 蠻重的 對 欸 可以喔 而且我覺得2咖可以 還可以耶 就我自己的也可以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徐狗達很貼心的安排就是啊 它常常會有這種 你看 收納 然後就這樣立著 你就可以好好在這裡整理你的東西 它這裡有隔板 這個是狗網 像我們家養狗狗的 然後下面有備胎 然後側面這邊呢 都把它做得很平整 不需要的時候呢 就把它蓋起來 有時候我們朋友不要跟那麼多 我們想自己出去走走 靜一靜 女生出去唱唱歌這樣 我們就把它椅子可以收起來 可以放更多東西 你看 只要這裡按一下一拉 要往前 那你也可以那邊 好 直接順著就下去了 超平整的 這時候呢 我們擴充空間到765升 非常夠用 就是把它當一般的休旅車 所以你這個 要坐一個禮拜也不用怕 我們還可以帶其他東西 超大行李箱都可以 對 那如果有時候 只是我們兩個人出去的話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第二排躺平 第二排躺平呢 我們就得到了2055升 這麼大的空間 這麼大的空間 這麼大的空間要幹嘛 車速嘛 睡覺嘛 我們來看看壯丁可不可以好不好 剛好現場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179.5566 五六不能亡的身高 再來躺躺看 你可以看我放個七天床 我覺得可以滾床耶 可以耶 好 但我當然知道 觀眾朋友要看的不是這個 來阿Rita 好大 可以在這裡做瑜伽耶 對啊 我先爬進去這樣子 你要幹嘛 我想劈腿 我是喜歡劈腿 真的可以喔 欸他真的劈腿耶 他的腿有100公分 所以這樣看起來有200公分 那我躺下去絕對有找啦 來囉 這樣子躺 就絕對OK的 欸睡睡覺 你看天窗超級大的 晚上可以看星星 對 然後一邊劈腿 對 我覺得空間真的好大喔 超棒的 超讚的 好那今天你們也可以上車 我們就把它當作 平常工作要用的車 或者是生活要用的車 把它當自己的車 做什麼事都沒有困難 要去野溪露營也沒問題 等一下帶你們去野溪露營好不好 我們先出門囉 好 我先關心一下大家坐的感覺啊 因為這台車齁 我要載我們一個 我們家裡頭三代銅塘 我男總的 這個禮排還好嗎 真的很舒服啊 我的老妖哥有得靠 可以可以 第二排辣妹們呢 很舒服 第三排小哥 你知不知道我們第二排啊 我們VIP 有18公分可以前後滑移 我們的黃衣小哥 因為他是本公司今天來 出來最人高馬大的 我們 一百公分 我們阿祖 阿祖 阿祖你 把他推到最後 阿祖想問妳看有尷尬 那腳OK嗎 可以 OK 而且現在我腳 膝蓋那邊還有一個拳頭 頭頂也還有一個拳頭 大概半個 我真的好像不可思議 我真的要鵝樓時勾達 因為在第一第二排 我有天窗那種通透感 第三排啊 因為採光好 這樣把它做個凹進去 欸你就會覺得 好像那個高度就被創造出來 就不會有那個局促的感覺 對有天窗對第三排來說 也是比較好 因為它世界比較通透 比較不容易運車啦 而且我覺得 真的跟我們之前試Codex RS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有很多動感運動化的元素 但這裡面多了很多的高級感 有沒有 有 這邊真的很不錯 第三排也有地方放東西齁 對啊 第三排 左邊這邊有個杯架 然後還有一個小空格 可以放小東西 這個底下有音響 然後上面有個高音喇叭 我覺得這個有高級感營造出來 它有分喔 有有有 下面有個比較中音低音的 上面有個高音的 它這中間還有那個冷氣的出風口 而且它風量真的超大的 而且它還可以溫孔 可以調 溫度可以調高也可以調低 那Rita你自己有試過一些日系車嗎 對 那你覺得後座的感覺 這一台車給你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精緻耶 就是它的皮椅跟這個小桌子 然後還有它的音響 把手這邊觸控 整個空間設計感就是質感高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很舒服 我覺得很紮實 每個人都給你全車七座都是真皮的座椅 我的前面啊 你看我的方向盤有真皮的 然後下面呢也有一些不一樣 上下的鏤空讓你有各種握法 有些人可能拆長圖的會這樣放 有些人喜歡上下放 各種握法很舒服 然後呢我前面呢有這一種喔 髮絲水晶紋路的飾板 看起來很有質感喔 然後灰色的封線 跟我們Codex RS 那種比較運動化紅色封線都不一樣 我叫做沉紋的質感 而且Rita你不是喜歡那個桌子嗎 對啊我喜歡它 其實它桌子也做的是質感路線耶 對啊它還有防滑 還有一個小口袋的手機啊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飲料杯也太貼心了吧 被你發現了 對啊而且它下面還有一個支撐的 然後讓你就不單是放飲料 而且下面支撐 然後更加穩固這樣 就左右兩邊都有喔 然後你上面要放平板啊什麼都可以放 這麼大的車會不會不好開啊 女生這樣子 我感覺它像我們家休旅車大一點點 我本來以為會有障礙 結果我完全沒有障礙 其實之前試Codex RS 我就已經很嚇到了 覺得很OK 因為以車廠來講 4697mm接近4米7而已 還不到5米 然後呢以車寬來講呢 1882mm 寬度我覺得還好 可以接受 你就稍微盼位確認一下 而且視線上我覺得還滿通透的 很清楚可以看到我前後輪 然後重點是它的高度也沒有說過高 1681mm 也就是你身高168mm 差不多那個高度而已 不然請你們喝個涼的話 你來開喔 好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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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沒有障礙 對 完全沒有障礙 很舒服 然後駕駛也很輕巧 靈敏 而且你剛剛坐後面啊 感覺的質感跟到前座又不太一樣 對 前座又升級了 方向盤啊 你覺得握感 這握感很棒耶 因為它上面啊 有針對人體生物權設計 然後下面也可以這樣子握著開 而且它這個調音量的這個啊 也很有質感 它做金屬的 對 金屬的 它是懸浮式飛縮滾輪多功能方向盤 然後或者是你要看選單啊 那你開車不想要分心就用手這樣撥 它這個選單就跟著你走 只要出現一個手就可以 太棒了 對 開車就不會分心 然後就可以很專心的開車 然後這裡啊 就是所有它的Level 2的好料都在這 所以其實在方向盤上 你可以搞定 99.99%車上需要做的事情 對 另外一個質感就是你正前方 因為你之前的車絕對肯定沒有 10.25吋的彩色的數位儀表板 對 我就覺得那個好吸引我 然後這個儀表板啊 它有五種模式可以選 右邊這邊可以切換一下你的模式 可以依照你每天的心情 它有經典簡化擴展現代跟運動 那個Travel Assist你剛剛按一鍵就啟動啦 它有ACC還有Lane Assist的車道便宜 所以你只要一鍵啟動之後啊 它就多了兩個新科技在保護你 然後像手持方向盤的偵測 還有Area View 你就有3D圖像可以掌握 你看你現在倒車啊 或者是 迴轉 對 迴轉 你就可以透過Area View 它就是有3D的圖像 告訴你周邊的狀況 它的動力應該是很夠啦 190匹 然後它有7速 所以其實它的加速可以是綿密很線性的 你就稍微多一點點油門你就會覺得 欸 就來得很快 就來了這樣 其實在國外就有人實測啊 它其實零百加速 這麼大一台車 它只要7.7秒 就零百加速只要7.7秒 這麼大的車它可以達到這樣的速度 我覺得是蠻快的 加速性是蠻好的 所以啊 沒有說一定每個人要買Codex RS啊 其實Codex我覺得2.0升的表現也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油耗啊 每公升是13.3 如果你要更省油的話可以選擇 豪華精英1.5TSI的車型 馬力是稍微小一點 可是油耗可以到每公升15公里 就漂亮的數字 啊我們今天這樣子 主要也是來練舞一下好不好 好啊 帶我們來跳舞喔 上次是炫彩虹棒球隊 我們今天是石墨輝啦啦隊 S R E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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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大自然芬多基裡面在這裡跳舞會讓人家覺得心情真的很好 真的 然後沒有壓力的車很棒 對啊 這有進口高級豪華車的感覺整個真的是超棒 對它有那種高級豪華的質感喔 而且你一定會立刻注意到它的頭燈是上下分層很好看喔 像這個整個是徐高達家族特色水晶切割工藝 而且它還是Matrix LED智慧敷眼頭燈 它可以自動調節遠光燈 就是對像有車來的時候它就自動的遮蔽喔 就不會閃爆對面的用路人 那除了照遠厲害它照鏡也厲害 你方向盤左右打的時候呢照亮角落看得很清楚 這一次呢2.0TSI 4x4呢 多的那種鍍鉻線條少了殺氣 但我覺得豪華感就提升很多很多 爸爸開出去也會覺得這個爸爸看起來事業有成 還蠻不錯的 而且徐高達最有名的水晶切割工藝 因為它來自捷克 不只在車頭你會看到這些喔 我們拉到車側看喔 車側也是用水晶切割的概念去設計的 這個方向燈也是那種LED的很漂亮 上面是銀色的車頂行李架啊 一路從車頭延伸到車側 整個窗框的周圍都是鍍鉻飾條 車尾呢有多層次的設計喔 所以不會很呆板 而且尾燈 它有延續頭燈水晶切割的感覺喔 還有小亮點喔 方向燈打上去像動畫一樣 動態序列式LED方向尾燈 非常好看 而且後面的車一看到你屁股 就會覺得很願意在你後面等待 後面的logo字樣是用拼的 也很好看 這個輪圈呢很不一樣 我們試駕好幾款徐高達的車子啊 它輪圈都很漂亮又各有特色 今天2.0 TSI 4x4的標配 19吋的Trickle F輪圈 車側線條看起來就整個很漂亮 很協調 就算是騎人座修旅也不會很笨重 下雨呢 下雨天就是試車天 咱們出去試駕囉 GO 每次下雨啊 我們就往南開 其實往中部呢天氣就會挺好的 而且差很多喔 這種長途而且高速的路段呢 我們的goodfriend 因為Codec其實它有新世代的聰明愛 智能科技輔助 所以很方便 這個地方呢我直接按一下 唉唷 自動調距的ACC 就已經開啟了 那在高速公路上呢 其實我們最常需要就是呢 可以catch到前車 還有我的車道能夠居中跟維持 旁邊的撥桿 欸之前有看我們試車齁 Shikoda的好朋友 它真的太簡單了 往上一下 欸有了齁 你要遠鏡條 好 往下面按 set 現在是車在開人不是人在開車 但是你手離開方向盤太久呢 它也是會提醒啦 也不是太久喔 一會兒它就提醒了 很靈敏啊 盲點偵測量 它盲點偵測量 它盲點偵測量 所以我很快就會被提醒到 下雨呢 有這種智能科技呢 我就很輕鬆了 Codec RS你不覺得 就是在車子裡面 你那個聲浪啊 你選了之後 轟你的耳朵 耳朵在談戀愛 你會覺得很催情 一直想右腳給它下去下去 可是這台車叫做 給家人更舒適的車 我覺得真的有家庭的需求的話呢 或許不一定要選到Codec RS喔 我覺得這個2.0升的 這一個4x4很棒 因為裡面的豪華度有 然後隔音你有沒有覺得超好 對 完全聽不到外面 剛剛摩托車子 隔音很好欸 它的那個傳回車室裡的聲音 也沒有那麼的大聲 所以我覺得是蠻舒適 又考慮到舒適 現在我就把它切到S檔 聲音出來了 所以爸爸想要熱血的時候 我覺得就切到S檔 它轉速拉好高喔 快到紅線耶 換檔 上去了上去了 我直接就是 直接換檔撥片下去 它可以熱血耶 你可以用比較熱血一點的開法 切到S檔真的不錯 聲音也出來了 然後我就 哇 幾乎快到黃線 換檔 一直上耶 7速DSG 所以其實因為它給到7速 它那個很綿密的感覺 我覺得也很棒 比較高的轉速下 你就會很容易 油門下去它就有力氣上來 不一定要Codec RS 它是比較舒服的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一點樂趣 哇 嗓音花 這次我們試駕的是 徐高達的Codec 2.0升 TSI 尊榮版的4x4車型 這一次的試駕感受呢 真的很不一樣 我們從北台灣出發 七人滿載的感受 到桃園還去跳舞 把它當工作用車 接著呢 雨下下來 我們直接往南走台中 在北返 你看這一路試呢 不管是五個人開 當工作車 七個人滿載 一路爬爬罩 到最後兩個人 我們要體驗它的這個 聰明愛的智能駕駛輔助 我覺得它各個方面呢 都能夠滿足到 不一樣的使用需求 尤其是 如果你是全家人 大概三四個人以上會開車的話 這台車很適合輪流開車 這一台車呢 光是前面鍍鉻的樣貌呢 感覺真的有豪華車的質感 而且鑽石水晶切割一向都是 Shigoda的強項 所以你會覺得整個車子質感挺好 開起來沉穩霸氣 尤其是Shigoda 還有哪首好戲 就是它的Matrix LED 智慧附演頭燈 看過之前我們四架Shigoda 尤其是我們去暗懵懵的阿里山上 你看那整片山 就靠我們的燈一路就照明 你會覺得開在哪都很安心 這看起來呢 就讓你覺得好像某個豪華品牌的樣貌 尤其是車格滿大的出來 人家會覺得你有氣勢 更不用說它的尾燈座 或是你整個貫穿的尾燈 在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的辨識度非常的高 這種序列式的尾燈 會讓你覺得車子的層次非常的凸顯 再來進到車內囉 七人滿載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做真皮座椅 非常的舒適 唯一小小的 我覺得可以再補強的就是第三排 第三排如果多了冷氣出風口 或是再多一點冷氣的話 我會覺得更理想 那雙前座呢 絕對是被款待的非常的舒適喔 因為我們有電動的沾斷近衣的座椅 再來就是方向盤握感也很好 除了擁有我的第三代的CNS娛樂資訊系統 正前方10.25吋 這個數位彩色的儀表板呢 有各種你想要選擇的風格 旁邊的9.2吋喔 這個資訊觸控幕真的太理想了 因為你有任何像是我需要AirCare 我就把它點下去 像是手勢控制這樣撥一下 你就可以輕鬆的點到你想要的任何的資訊 再來就是整個車子裡面 還有10色氣氛燈耶 隨便你隨時調整一下你的心情再出發 因為有聰明愛智能駕駛輔助 它就讓你有滿滿的保護 包括我車子裡面呢 方向盤上面直接一點 它就很輕鬆的抓到前車 波桿一拉我就可以很智能的 就維持在車道中間 我有ACC主動更車 有 RTA後方車流幾次也有 所以我在倒車的時候也不用害怕 AEB行駛中的緊急煞車 如果前方車子突然煞下的話 它也可以跟著煞 而且它有標配4x4全時四驅 然後主動線滑差速器也把它開下 就算這台車你覺得它比較家庭 比較務實一點 但熱血操駕之下呢 車身還是好穩健喔 有優異的行路質感 所以我們現場沒有任何一個人暈車 而且最後我一定要的亮出來 它得到Euro NCAP 撞擊車是5顆星 給你9顆氣囊夠不夠 7個人 7人坐 9顆氣囊 我覺得給了很多 所以會讓你覺得 開的時候安心 然後其實車子的保護也很滿 然後車子剛性 你開得出那個感覺 再來就是我們要審核包 油耗數字也不錯 我們這台車 每公升可以跑到13.3公里 如果你還要更省的話 你就買那1.5升的喔 每公升15公里給你啦 這也就是難怪為什麼Codec它可以連續四年 拿到7人座SUV的銷售冠軍 而且我覺得非常難得是一台這麼大的車子 跟我上次試這個Codec RS很不一樣 上次你要硬汗感 聲浪炸了你的耳朵很飽滿很舒服舒心 但這次我會覺得整個家人座裡面 它可以一路睡得很輕鬆 然後我開得也開心 車子的輕盈感在1500轉的時候 那個柔順的感覺會讓我覺得很安心 甚至我在加速的時候 它銜接的也還蠻快速的 這是今天我們試駕的感受囉 那喜歡我們這次試車影片 幫我們Super Snow Show找出來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